1936年12月12日,西安事变发生。蒋介石和张学良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。事后张学良一直被蒋介石禁锢在房间中,直到晚年才重新获得自由。当张学良回忆起这段往事时,他说出了一个蒋介石曾让他保守一生的秘密。 东北王张作霖。谈及张学良,我们都不能略过他的父亲东北军罚张作霖。在社会动荡的时代,张作霖的东北军无疑是最强大的。而身为东北王的张作霖,对于孩子的教育是非常重视的。可张学成天生顽皮,不喜欢坐在屋里读书。在多次教育无果后,张作霖决定将张学良带入部队。 本以为张学良还是无法无天,但是令张作霖惊讶的是,张学良不仅很适应部队里的氛围,而且还展露出自己的指挥天分。 真正让张作霖自豪的是,张学良在直奉战争中声名雀起。不过张作霖能够做大做强,正是靠着日本人的帮助,为日本人服务。张作霖的心里又是一百个不愿意,尤其是日本的清华野心已经让他感到危机。 为了摆脱日本人,张作霖决心修建铁路,让日本的铁路垄断被打破。 在工业方面,张作霖也一心发展重工业,势必要将武器的生产拿下。 日本人将东北王的举动一一看在眼里,他们很清楚张作霖的性格,也逐渐明白想要从这样的人手赚取利益是不可行的,于是他们决心铲除张作霖。 很快,张作霖在黄姑屯事件中受重伤,他很清楚自己已经活不下来,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东北局势动荡,于是他连夜让儿子回来主持大局。 张学良和蒋介石 本来在成功实施袭击计划后,日本人认为东北将会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。 却没想到,张学良刚刚成为东北总司令后,就决定进行东北抑制。 这个决定可以说是将日本人打了一个措手不及,但对于蒋介石来说,这是一个巨大的惊喜。 蒋介石不费一兵一卒,就获得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援。 在这之后,张学良也为蒋介石奋力搏杀,在中原战场上成为蒋介石的助理,也因此两人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,可以用兄弟相称。 张学良在选择抑制的时候,原因有很多,其一是让日本忌惮,其二是稳定国内的局势。 在抑制的那段时间里,张学良可以说达到了人生巅峰,但是西安失变后,他却过上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囚徒生活。 虽然名为囚禁,但是蒋介石也没有苛待他,反而给予了他充分的尊重,为他花费的金钱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。 秘密 除此之外,张学良还得知了一个秘密,这也成为了张学良得以活命的关键。 西安事变后,张学良已经将蒋介石围困,他的生死已经由不得自己选择。 此时,有人希望杀了蒋介石,但是总理却不同意,他认为杀掉一个蒋介石,还会有另一个蒋介石。 因此,杀掉蒋介石不意味着下一个更好。 现在蒋介石在手,最应该做的是逼迫他去抗日,这样才会让现在的局势发生一个大的改变。 因此,周总理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件事情。 这是蒋介石被释放的重要原因,另一个可能就是出于张学良自己的私心了。 西安事变期间,蒋介石曾对张学良说自己有一个公文包吊在了池塘,那里面放着很多机密文件,一旦被敌人得到后果不堪设想,你一定要找到。 此时的张学良和蒋介石的关系不算彻底破裂,在听到这个消息后,他立刻派人找到了这个公文包,将公文包打开一看,发现里面放着的东西可以分成几部分。 一部分是蒋介石用军用地图,另一部分就是张学良曾经写给宋美龄的信。 这封信的封口还是好的,显然并没有拆开,但这个时候宋美龄已经是蒋介石的妻子,一旦这封信被曝光, 那么宋美龄的国母身份也会变得异常尴尬,甚至影响国家生育。 事实上,张学良和宋美龄的关系也比较微妙。 张学良比蒋介石先一步认识宋美龄。 1925年5月30日武萨惨案,张学良是其爹张作霖麾下的陆军中将监东陆军总司令, 他率不到上海维持秩序,处置冲突。 在6月14日的一次晚宴上,张学良突然看到了身穿粉红色、紧身旗袍的宋美龄, 便忍不住过去交谈,让她感到惊恶的是,此女子气质高贵, 谈吐不凡,不仅能说出一口流利的英语,而且见解独到, 他断定宋美龄绝不是仅靠姿色游走于上流社会的名媛。 那时的张学良风华正茂,身边不乏漂亮女子,但宋美龄无疑是特别的存在。 他当时并不知道宋美龄是何人,甚至连名字都没来得及问。 事物之余,他满脑子都是宋美龄的影子,宋美龄的一颦一笑都让他回味。 在另一次晚宴上,他又一次见到了宋美龄。 宋美龄正和一官员在舞池跳舞,张学良手持鸡尾酒坐在一旁的沙发上,目不转睛地盯着他。 当时的外长胡汉民心领神会,凑到他耳边巧声说,汉青,你还不认识他吧? 他可是上海滩无人不晓的宋家三小姐,叫宋美龄。 他生得标志大方,还很有学问,会作画,会书法,会弹钢琴,还会说几个国家的语言。 张学良频频点头,胡汉民接着道,他家族势力很庞大,父亲是鼎鼎有名的大富商宋耀如,大姐叫宋爱龄。 嫁给了财神爷孔祥熙,二姐叫宋庆龄,丈夫就是中山先生呀,但他目前还带自归忠的。 张学良越发高兴,带宋美龄一曲舞完毕,他举杯走向跟前,说,宋小姐,上次跟你一番交谈,真是让我百般难忘。 结识你,是我三生有幸,我这次到上海来,不需此行呀。 接着,他邀请宋美龄跳了一支舞,张学良年少有为,颇具才干又帅气,宋美龄对他也心生好感,称他有爱国情怀,有绅士风度。 此次邂逅,张学良和宋美龄彼此多留下很好的印象。 此后,宋美龄称呼张学良为莱茵河畔的骑士,只可惜当时的张学良已和于凤芝结婚了,他们之间没有突破番离,只是保持有意。 再说,国民革命第一军军长蒋介石正对宋美龄展开狂热追求,他可谓破釜沉舟,为了追到宋美龄,早就离弃了妻子。 因此,两人关系不错,却没有走到一起。 在这之后,日军侵华的野心逐渐暴露。 918事变后,张学良更是感到自己的无力,尤其是蒋介石的消极抗日,导致无数的民众受到杀害。 这并不是张学良想看到的局面,与此同时他也明白,比起抗日,蒋介石更在意自己的权势和地位。 蒋介石的诸多行为最终让张学良决定逼蒋介石抗日。 对于当时的爱国人士和民众来说,张学良和杨虎成做了他们最想做的事情。 但是在事后,张学良遭遇囚禁,杨虎成不仅遭遇非人的待遇,还因此惨遭杀害。 不过,张学良活命除了和蒋介石之前的交情,或许和宋美龄也有些许关系。 毕竟,张学良也曾表示夫人是我的保护神,或许已经暗示了宋美龄保他性命的真实性。 当然这个秘密,在很多人看来都是无稽之谈。 但对蒋介石比较了解的人都知道蒋介石选择和宋美龄结婚的原因,是因为蒋介石借助宋美龄的家族崛起。 因此,蒋介石为了追到宋美龄,使用了非常疯狂的攻势。 最为著名的就是,因为宋美龄喜欢梧桐树,蒋介石就在南京的紫金山上种满了梧桐树,这也被称为民国时期最为浪漫的事情。 这之后,蒋介石成功地追到宋美龄,两人顺利结婚。 事实也确实如此,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后,他的地位很快就超过胡汉明,汪精卫等人,最后成为了国民党的老大。 这个秘密在张学良死前才透露出来。 现在想来,当时的蒋介石让张学良看到这封信,不仅是告诉他, 你和宋美龄之间的事情我已经知道,就算没有关系,但是有这封信存在,你们两人也逃不开关系。 如果张学良真有廉耻之心,就要保住蒋介石的姓名。 不得不说,蒋介石对人把握得非常准,张学良并没有杀他,并且还在之后将其送到了南京, 但最后蒋介石却反手遗迹被刺,将张学良囚禁了半个世纪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感谢您的观看。 如果您有什么看法,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